传染三广东海映307C 漂亮的吧 我们看他的起跳都很自信 只能分91.80 而且他打开入水非常的标准 但是入水稍稍还有一点点没有完全压死这个水 紧一点的话应该这个分数会更高 2019年光州市领赛男子担任十米台的冠军得主 9分 看他的起跳稍微有一点点贵 但是他打开入水控制得非常强 得分还是非常理想 旁边听到了有不少9.59分的得分 相信今天最终能拿到冠军或者好成绩的选手啊 都是要突破600分才可以的 尤其是他这次还是尖向了男子担任三米板 9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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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得分86.40 刘俊杰 刘俊杰是他的这个编排是非常特别的 他在前四跳都会选择相对难度系数低一些的动作 再次完整 长海森广东海印407D 十能分89点 二五中的姿态还是很不错的 入水稍微有一点点的够 应该在提议下 开完之后再提议下 水花处理好一点的话 这个分数应该会 而且他的身材应该也是有在长高 看一下杨健 难度王的第二条 也是407D 九分 九分 十分 九十岁 非常的轻松 可以看到他 打开分手入水的这个动作 练俊杰 山东 六二六 C 他在哪里 不是 车致 因为他这个动作其实可以算是他的拿分动作 看稍微差一点点角度没有完全的带下去 他这个完全带下去的话分会非常的高 两件还是领头陈海森了 不过在现在出一些问题还来得及啊 毕竟是想拿散还是可以找到发现问题 开森的臂力 分8.5 7.5 8.5 值得分86.40 是不是也是有些太辛苦了 我觉得 因为可能是因为今天也是第三场比赛 转换和控制 杨健接下来做的是5156B 难度动作的总系数是20.9 8.5 8.5 9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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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择分102.60 是发挥的非常的稳定的阳线 又是一个破百的分数 我们在现场的播报声中已经听到了 我们在现场的播报声中已经听到了 9.5 9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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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分 10分 9分 9分 果然啊 9.5 9.5 9.5 9分 9分 觉得他入水脚步还稍微有一点点收胯 但是我们看柴艾森的动作细节 真是高规格 看他这个并腿 抱得非常的紧 柴艾森也是有非常多的粉丝 两点 有名的小帅哥 你们队有没有排名 半决赛就没有什么失 9.5 今天决赛也是越跳越好 3.7C 哇 也是个分 有分 只得分 9.5.2 他打开其实开的角度一点高了 但是看他把水花控制下去了 炼俊杰的水花处理啊 真是他的一绝 而且他就是在现场我们能感受到从入水的声音就能听出来 是的 男子十米跳台确实是一绝 大线还要打开的哈 不错的 能够试刺刀 都在这边 平时训练最好的动作能跳出来 是 软件今天发挥是真的好 9.5 这种是不是可以不用太挑剔了 我们就跳好就好了 9.5 时间他自己做过 要挑出来问题还是能挑出来的 没错 但是我们一想到 比赛中能跳出这样 让他这个入水稍微有一点点挺 还有联俊杰他的难度也逐渐提升上来了 他自己 哇 哇 现场已经开始暴墓连续爆出十分 满分这一跳 没错 拿到了110分的 这个满分动作 他的水花效果是 111分 非常的好啊 杨健491 来看看陈爱森的 无二无地 不错 他的起跳稍微有点 躺下去 8.5 反腾力大了一些 最终入水就是稍有点过 但是也还不错 他这种起跳的话应该打开稍微 朋友们我们现在要格外关注一下 接下来登场的杨健和炼俊杰的最后两个动作 将是难度系数达到了4.1 看出来他这个动作很稳 是的 8.5 9分 9分 再看一下空中之踏 他的入水稍微有一点点的往里钻 是 这个动作不如他半决赛的时候跳的效果 他应该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分数 三个8.5的有效分104 这样炼俊杰 但是也有压力啊 这一跳要跳得完美 快点 这个现场播报的分数 这个分数应该是无法超过杨健了 是的 打开稍微开早一点 在这里我们恭喜难度王杨健 杨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这次的表现 在预赛半决赛和决赛的18跳当中 都是发挥的非常稳定 而且是 今天在半决赛中也是在409C上 给我们奉献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跳 决赛可以看出来 可能也还是有一些这个经历上的疲惫了 那最终呢 炼俊杰是排在第二位 同样恭喜这两位选手 恭喜杨健和炼俊杰 然后还有陈爱森 是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跳台的竞争确实是相当的激烈 咱们的内部竞争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갈收 谢谢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